今天一期追新闻 带你来看看我们要追的持续是美中贸易 因为这个美中贸易 其实好多人说最后伤害到的是美国人本身了 甚至还说华为看起来被打压 不过事实上任正非也就是华为老板 是不是大师川普豆腐呢 怎么回事我们现在观点老师 其实无论是被动或是主动 华为的自主之路已经义无反顾 就是说他们被打压 那他们就觉得更茁壮 那我就干脆自己做好了 你不让我跟Google合作 我就自己开发我的鸿蒙系统 甚至现在据传了 他们还会有自己的地图图资 我们先看到除了之前问题报导过 作业系统鸿蒙OS等于是要正式上线了 而且他们讲得很含蓄 他就说虽然说我华为这个系统已经亮相了 但是我华为首先还是跟Google合作 只是如果你Google真的不跟我合作 因为美国你一直打压嘛 那就只好用我们的鸿蒙咯 我也没办法嘛 那么除了作业系统有自家之外 现在他们还有自己的地图服务 涵盖了150国 而且提供了40种预言版本 你看得出来华为想做这个手机科技霸主 不只是手机 是科技霸主的决心是越来越强烈 同时他们说自己要喊出当5G时代者Windows 也就是说他们想要当五线的佼佼者 领先走在最前锋了 5G也就是川普不断想要打压华为的原因 因为很明显在这个科技战争之上 中国走的是比美国还要前面了 华为就算被美国一直打压 不过现在我们告诉你 他在欧洲甚至俄罗斯 很多地方都顺先要跟华为的5G来合作 因为他们的设备 他们的技术 是现在5G最领先的救救者 因此包含了这些东西 华为自主开发的 所有系统地图服务 甚至以后他们5G的所有设备 所有技术 包含跨领域的智慧型手表 智慧展还有这些车 以及这些智慧音箱 智慧显示荧幕 通通都可以用华为自己的东西 所以说华为的自主之路 看起来真的是义无反顾 甚至任正非甚至还感谢川普 你看他怎么说了 他受访的时候他就说了 他也觉得虽然说 整个美国或是华为 他想要请全球之力 把我们给搞死 想要欺负我们华为 可是我反倒想谢谢川普 任正非说 如果没有川普的宣传 老实说 全世界不会知道我们华为那么厉害 因为我太厉害 所以你川普很害怕 才想要阻止我变得更强大 所以说我要谢谢川普 再来他还笑说 这个市场空间 就是川普替我们打开的 所以我再度要感谢美国总统川普 甚至他最后还说了 很多人担心美洲贸易战 对我华为有影响 确实我的手机销量 可能会差一点点 可是我告诉你 除了手机之外 我还做很多很多东西 我现在要烦恼的问题 可能不是我的营收 或是销量不好 因为我们就说了 华为他说 今年全球 他估的手机销量来到2.7亿只 是亿只这么样的多 而且上半年 它的出货量已经达标了 下半年虽然还会受到美中贸易影响 但看起来任正非没在怕 因为他说一句话 他说其实告诉你 我们现在的根本问题是 迈不过来 所以现在他谢谢川普 那么川普态度又是如何呢 川普现在态度就在反反复复了 就是本来说好 这个对于华为90天的宽限期 他说要放之后 现在有人去问他说 川普你到底要不要 让个宽限期再延长 川普现在又讲一句话说 为了国家安全 我还是决定不要再跟华为继续做生意 美国中国两个世界强国打架 大家想问 真的伤害到除了投资人的荷包很有感 因为全球经济受到冲击之外 我们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了 我们常讲这个关税战 那么其实你会发现 川普每次说 这个关税加征关税 是中国要付不干美国的事 大家其实都知道 就算大家去买东西 为什么要买免税店 因为免税就是我们是外国人 所以不会收我们的税 所以这个税东西是加征在货物上的 而他如果要对中国出口的东西来加征关税 也就是说从中国出来的东西 它变贵了 这个变贵的成本呢 是我美国人 就是因为我要跟你买这个东西来 我美国卖 所以这个东西本身产品会变贵 因此我进口商要把这些成本加进去 还有运费什么的 所以最终这个从中国出来的东西 它的价格就是上涨 那卖给谁 卖给美国人 所以伤害倒是美国人民的荷包 还有美国的经济 所以川普从来没有跟大家公开讲过 他每次都说是中国人要承受 可是这件事情真的很奇怪 所以就在最近川普好像有点默认了 他第四默认说 确实关税战伤害到的是我美国的人民 因为大家可能不想消费 东西变得太贵了 而现在全部出于中国东西都要加税 最后一波关键就在于电子产品 而且当中一半都是很重要的科技商品 像是iPhone以后也要来加税 所以我们就说了 像是川普就说 我过去不断不断来征关税 对中国做东西加关税 消费者并没有为此买单 甚至还说确实某些时候 他们可能要付出一些代价 这一些代价值的就是 美国人本来买东西可能是10块 他因为加税关税 所以变贵变15块 或是变20块钱 变得更贵了 所以他们要付出代价值的就是这个 但川普又说 他们会理解的 美国人民可以理解我 因为我是要让美国再度伟大 所以他们可以理解呢 他们知道我们必须对中国做些什么 都是川普自己在那边自打嘴巴 然后又想要赶快来解释 不愿意承认说就是让美国人民买到变比较贵的东西 那么就在今天 他有讲 他就说 虽然说东西真的变贵 可是我们的消费者很有钱 他说他们非常非常有钱 因为我大幅的减税 所以他在我美国当中 缴的税金变少了 所以有多的钱 多的钱来摆这些变比较贵的东西 合理的 美国人可以理解 所以他就说他们有的是钱 这是川普最新谈话 好多人觉得就是莫名其妙 川普到底想要说什么 关税阵伤害到的就是美国人民 还有美国人民的荷包 所以我们包含讲 我刚刚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苹果 你看到了 因为这个新的关税 会让苹果失去商业优势 iPhone以后就会变得更贵 它现在已经够贵了 所以谁会得利 尤其竞争对手 同样的东西 同样的手机 苹果变得更贵 那么我本来就已经有点不想买 你现在又贵得不得了 那我就去买功能差不多 比较便宜的 所以有人说 对手三星反而可以从中取得优势 甚至你也可以去买华为的手机 华为又再度在这个川普 想要制裁之下 还要获胜了 所以你就知道 除了是苹果科技厂 还有电子厂 还有美国人民受害之外 还有谁受退 还有经济衰退受害的五大公司 因为事实上 美国的经济是持续衰退的 而且如果人民都不消费的话 他们GDP也会减少 所以我们看到了 就连最大最大的电商龙头 Amazon Amazon因为他们有固定成本 无法抵消 就是说他们之前 不知道川普要做这些事情 所以他们就是盖了更多的货柜 更多的仓储 增加更多的货量 这是固定成本 无法抵消的 他钱已经花出去了 再来就是还有监管的双重风险 因为他们老板是世界首富 贝佐斯最有钱的人 所以他们还有监管的风险 第二个就是Swatch Swatch手表 为什么也会受到影响呢 因为现在手表呢 在光是整个大中华区 就共享他们超过三分之一的营收 而受到反送中的影响 所以在香港人的消费力 可能也下降 是很多人选择出走了 香港是手表 就造商最大的出口市场 所以你看得出来了 受到这个示威运动影响 整个下半年 手表的销量也卖不好 有人讲的数字 最多最多可能大减四成 就是少卖了40% 那么还有关注 就是戴姆勒 也就是宾市的母公司戴姆勒 光是来自美国的营收 就占了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很多 那么因为美中关系紧张 让手表的销售 还有他们的北美卡车 也是需求都是重创的 所以还说已经触顶 没有人要再买了 同样受到影响 那么在美国的本土业者 也难逃厄运 包含最大的赌场 凯撒娱乐 还有最大的豪宅建商 赌场制娱乐 那么建商也是要花钱去买 可是大家就说好烦哦 受到这些关税的影响 我平常的名声 必需品消费已经变贵了 我没有多的钱 再去做这些娱乐 或去去买房子 所以也是受到 这个美中贸易上的影响 可能对他们来说 有大幅的减速 甚至面临衰退的命运 不过我们告诉你 现在全世界黑天鹅 除了美中贸易反送中 还要多一支 也就是英国 现在他们的最新首相强身 坚持要另拖欧